主料,酵盘150克,菠萝100克,甜椒100克,辅料,油,盐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小排起劲加入适量料酒,生抽,酱片腌制20到30分钟,菠萝切块,各式甜椒切块,洋葱切块,较多番茄糕加入适量白醋,糖,少量水调合成酸甜可口的番茄, 番茄酱汁,腌制好的小排均匀的铺上一层擀电粉,起油锅,慢火将小排炸成金黄色,捞出晾一晾之后,再入锅复炸一次,捞出沥干油粉,锅里加入勺许油,放入咸椒,洋葱翻炒片刻,倒入番茄酱汁,炸好的小排,菠萝快速炒匀出锅即可,烹饪技巧 一,小排事先腌制一下,会更加入味好吃,小排也可以用粉瘦相间的梅猪肉代替 二,新鲜的菠萝最好,如果没有罐头菠萝也可以,洋葱最好选用白色的甜洋葱 三,选用番茄糕而非番茄酱,味道会更纯正浓郁好吃,实在没有也可用番茄酱代替 四,事先用番茄糕加其他的调料调合成番茄酱汁,比较利于后面的操作,因为排骨事先腌制过,白茄酱汁的味道不要过咸,以酸鹼为主 五,小排炸锅一次以后,再入锅复炸,可以逼出多余的油分,使小排更加酥脆好吃 六,放入炸好的小排以后,快速翻炒出锅,以免成品失去酥脆的口感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